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马步练习篇有五个动作 我现在做一分析每一个动作的要点 首先我们去了解马步 双脚不打开 两个脚尖向潮 双脚屈 双脚是不能超过脚尖的 身体的重心是两只脚的中间 挺胸 收腹 踏腰 两个脚尖向外蹬 我们了解了马步 我们分析第一个动作 踢膝拳 马步架拼拳 双手上拍手 执拳头 踢右膝 双手 踢拳 做一个换腿步 右脚下 踢左脚 开左脚 右拳收回来 双拳 开始滑换 右手做甲鞋 左手放在膝盘上面 眼神 眼神 望在车前方 眼神 第二个动作 转身 远走 马步架拳 右脚上半步 双手在前面做一个换花 转身 提膝 穿个掌出去 下脚 右手收拳 保腰 左手拳头 勾回来 做一个甲鞋 第三个动作 提膝 推掌 马步 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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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 领臂 两个掌 放在右腰側 提左脚 双手 到两边 推掌出去 落左脚 臂马步 右手 带他左边 双手側拳头 然后放在右边 做一个双腰拳 第四个动作 并步扎拳 马步梁掌 双腿 微微打开 左手领臂 带他右手上去 右手是側拳头 做一个并步 右手 劈拳下来 扎拳 右脚向后 开一步 转马步 梁掌 眼神望在斜前方 第五个动作 弹腿冲拳 马步梁打 双手 双手側拳 向左脚 左手 做一个扭手 打个右拳出去 收右拳 抱腰 提右膝 同时 打个左拳出去 收右脚 左拳抱腰 右脚向后 打个右拳出去 右手变掌 上 上 转回中间 给一个马步梁掌 然后打个左拳出去 眼神 望在左边 周拳 马步练习P5个动作 我就分析完了 大家练习的时候 留意马步的要点 继续follow我的朋友 之后 亦有其他部件的分享 我们下一次见